真的姐姐 咱们讲我可以唱戏啊 说到重点了 那接下来呢 你看音乐已经起来了 看妖精来了 快 看看 白骨精吧 白骨精是白的 这是绿的 早上又来了 她的肉呢 又被咱爷爷吃了 哈哈哈哈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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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戒来了 快找 猪八戒 嗯 完了猪八戒被打败了 猪八戒跑了 哎呦可以啊 这小猪呢 小猪叫猪八戒 哇这段很难哎 哇 三五空 哎呦 有难度哎 哇 哇 咱们好 咱们好 好厉害 三五空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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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 三五空 四空赢了 感觉我老帅 今天你都没门 你牵着嘛 我挑着蛋 你冬瓜是不是 忘记 老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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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来了 他更厉害 嗯 刚才那个是他老婆 这个是他 他老公 这没想到我玩的还挺好的 我挺聪明的 呀 不假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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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孙悟空是谁闹的呀 孙悟空太弱了 老给人跪下 那个螃蟹是谁呀 坐那了 我老龙王抱着螃蟹 给把螃蟹吃 我总觉得 白骨精的孙悟空有点暧昧关系 对啊 对对 没错 像求婚一样 趴下了 哎呀 错 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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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孙悟空换人了 我觉得孩子们他们让他们了解一下那么一种艺术形式 对孩子来说是有帮助的 完了他们自己最后上去玩 那很开心 我觉得只要孩子开心 开心就好 所以我看到孩子们喜欢 我也感觉着一种欣慰 希望他们真的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代代能够传下去 就希望在他们幼小的心里还知道 我们还有传统艺术 能够让他们开开眼界见一见